马上就要开始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都是期盼着这一场胜利 尤其期盼着超级丹 能不能在这场比赛里面 有超水平的发挥 能够哪一次市井赛的冠军 因为林丹憋这口气 也憋了很长时间了 在悉尼奥运会上 雅典奥运会上 林丹首轮就输给了新加坡的苏西诺 憋了一口气 憋到现在 直到汤姆斯杯 水平才慢慢恢复过了 并且林丹最近的状态都不错 他跟谢信芳一样 在德国公开赛 丹麦公开赛 以及荷兰公开赛 都拿了连续拿了三战的冠军 并且这三战冠军都很巧合 都是跟谢信芳一起拿的 一个是拿男单冠军 一个是拿女单冠军 希望这次也一起拿 对希望他们 这对被誉为雨坛情侣的一对 双夺冠军 现在看到林丹也是站在顺风这片的场地 这个办场 那么陶飞客呢 是站在逆风这个办场 但是还有不可服事的 还有侧风 所以双方都要注意 大家熟悉陶飞客的球迷也知道 陶飞客的往前质量比较高 尤其往前的戳球 他基本上是 以高质量的往前戳球来控制对方 让对方回高球 然后他取得进攻的机会 但是看到林丹的绝招 也就是头顶的劈对角 也是令对手 措手不及的 林丹场上的速度还没打出来 比较慢 这开局陶飞客打得不错 陶飞客这个选手 他的手上功夫是非常的不错的 他控球啊 他的意识啊 应该说在当今男子单打 应该是一流选手 到现在为止林丹还没有进攻 一直在打 拉掉 通过多拍过程中 控制落点和往前 控制往前 这些技术 陶飞客应该说 发挥的还是比林丹要正常 有点失误 因为感觉这个几套凸击啊 几套凸击啊 这个落点 稍微差一点 再个球打不开 一开局 一开局 林丹好像不在状态 对 就是说他的特长还没发挥 似乎还比较多 整个人好像是不在状态 所以如果打成这样的话 林丹在第一局就是比较困难了 我们听到场外很多观众都为林丹加油 但是希望林丹也真的要加油了 因为0比7的落后实在是太够呛 感觉现在林丹场上的表现 感觉好像心里有点压力 还是放得不开 反过来陶飞克整个状态 整个精力集中 这种状态还是比林丹要好 因为在过往的比赛里面 林丹不像谢星芳那么慢热 林丹是一个比赛型的运动员 但是在今天对陶飞克这个强强相撞 这一场激烈的对抗里面 在第一局反而是不在状态 第一个打球 就打到八分了已经 因为林丹他本身这样的阿法 必须是要求一个速度比较快 特别是往前 让他们控制得住 有机会给他出击球 这第一局林丹显然不在状态 感觉有点不耐心 因为你现在单打 这个拍速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你不是说 一发球马上就能扣着对方 也是要多拍 但是现在也没有看见 李永波跟钟波两个人 有场外的一些指导 应该按照这次市井赛的比赛 允许教练能在场外指导 在零比八落后的应该 没看李永波有什么表示 一场比赛上场之前都是 该说的都说了 对 就是不知战术啊 怎么打怎么打 但是你现在场上出现这种局面呢 很少见有零比八落后的林丹 跟陶飞克的交锋 虽然是以前的过往的交锋 是打成二比二 但是这一场的比赛一开局 林丹打得好像是 郑上行不够集中了 连扣杀才进行了一次扣杀 还是打拉掉林丹 哎呀 这个前半场的放网 这事物率非常多 所以就说林丹现在就说 要拉的时候呢 首先要稳 找机会要攻 感觉陶飞克在事物率方面 还没有 没有见他有事物的这个 这个情况出现 林丹的事物多了 林丹 对它是前半场事物 放跟挑都失误 好球 并且呢 看到陶飞克在场上的打球呢 总是不慌不忙 很稳 并且脸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 笑容啊 或者是 举创啊 没有 他打得比较稳 但是他发脾气来呢 就大脾气的 本届市井赛第一个拿黄牌的就是陶飞克 哎呀 哎呀 这么反手就很多事物 对 尤其在半场的事物很多 就没有估计到林丹一开局 现在零比九落后 开局 开得不好 后面就很难打 好 开始 场上要加快速度了 第三拍 哎呀 又是正手 其实要求不要这么高线进去嘛 是不是 老是出现这种要求很高的球的话呢 造成自己失误 反而会 就是影响自己的 呃 情绪 另外就打得九分了 林丹才一共 打了 呃 杀球打了三拍 这跟以往林丹的风格好像 不一样 因为林丹 拉掉 没有进攻 那这种拉掉呢 就作用不太大